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春满羊讲坛 今天是2020年9月21号 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点击订阅或点赞 谢谢大家 现在大家镜头前面看到的是玫瑰花 这是第四波玫瑰花了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主题不是玫瑰花 跟玫瑰花会有点关系 好 我们现在先往根部看 根部呢 我开了黄心沟 里面灰白色的颗粒就是Soil Boost Plus 因为这个玫瑰花之所以 每年之所以能从五月初到现在 开四波花 跟这个Soil Boost Plus有很大的关系 那什么时候放呢 这个时候就是第一次 但我这个稍微有点早 按道理的话应该是等玫瑰花 花完全卸了 修剪以后剪短以后再放 但是因为我这个花铺 前面实在是这个地实在太珍贵 所以我得赶插口 那今天就把它放了 放了以后我马上就准备 重的牛鸡箱进去 这又是一块玫瑰花 放的所有Boost Plus 所以冬季我们修剪玫瑰花的时候 就剪短重剪 离地面大概30-40公分高 然后在它周围开钩 每一颗玫瑰花大概放 100克左右的Soil Boost Plus 然后再把土盖回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钩的宽度就差不多30公分深 深度的话差不多也就10-15公分深就可以了 这都是花外提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坑一坑的 这个不是给玫瑰花式的Soil Boost Plus 突然花起 这是准备给油机箱式的 因为这边的玫瑰花 我刚才已经提前放下了 那边的话是留着给大家看的 知道怎么做 我们现在才是今天讲的重点 就是怎么种油精箱 油精箱的话属于典型的这个球根花卉 它和水仙 枫杏子 方红花 这个是一类的花卉 它的特点就是冬季特别耐行 能慢慢生长 那每年播种的时间 就是9月底10月初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 那Hombo Depot 沃尔玛或过大苗圃都会卖各种各样的 几十种品种的油精箱品种 这球根花卉的品种 所以不需要搞什么团购 去这个Hombo Depot 沃尔玛或过大苗圃挑选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又好又便宜 才是这些大超市的产品 那种植时间就记住9月底10月初 那种植的方法就是首先松土 松土以后要么挖种植坑 要么挖种植坑 这个坑深10公分左右 10公分左右 坑里面的话放上像我这个一个直径30公分左右的坑 放了5个种球 那我放的土壤活化器的量就是30克 放完以后要盖土 要不然有的朋友会问 老师你种油精箱不盖土吗 要盖 现在我是为了方便讲过才这样的 那这样就好了 因为油精箱种植时间实际上就是 种好油精箱关键就三点 第一选择好的品种 我说了到Hombo Depot 到沃尔玛 到过大苗圃都可以 第二点种植时间 9月底10月初 我这个是为了给大家讲课 提前这个种效器了 第三点 施肥 由于油精箱自己自带种球 它的养分很充足 不需要施太多肥料 施了太多肥料 特别是蛋肥 反而引起这个叶子 长得太旺 影响开花 引起导福 这个特别注意不要施积粪 用土壤活化机 所有Boost Plus就可以了 当然要认准 只能是所有Boost Plus 不要用别的产品 用别的产品 效果并不好 没有得到验证 然后再盖土 现在我们把土盖上 就结束了这个种 油精箱 水仙花 枫杏子 这个方红花 这些球根花卉的 这个种植过程 这块完了以后 我们马上就去种那边 这样的话 整个花园的清理 种植球根花卉 给这个玫瑰花施肥 的工作就完成了 我把镜头往这边放一放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在给大家讲这个花园清理 老洋的时候 这是长了一米多深的 这个野豌豆花 现在全被清理掉了 剩下的玫瑰花的话 由于这个所有Boost Plus的 威力还在 所以我们留下来 大概还能持续 两到三周吧 这没有影响 因为我们下边 这个该湿的肥湿了 到时候把它剪短 把这个枯枝清理清理就可以了 这一棵 看还很多花包出来 估计这一棵的话 开到10月底 没有问题的 10月底 11月初 所以的话 大家种花 只要掌握好这几点 品种 时间 用这个所有Boost Plus 就不愁没有花开 不愁没有花康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身体健康 花康满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